大家好 今天由鸡肉分享来到超好吃的做法 准备适量粘好的鸡块 粘好的鸡块倒入盆中 加少许的盐 适量的淀粉 抓匀 抓出血水 抓至粘手后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鸡块 控干水分 准备两颗八角 适量的桂皮 少许的干辣椒 生姜切成片 大葱切成片 去皮后的土豆切成滚刀块 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适量的盐 生抽 少许的老抽调色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适量的红椒粉去腥 搅拌均匀 锅烧热加适量的油 油热后下入鸡块煸炒 将鸡块炒香炒出油 炒至甜红红黄 这样现在吃点更香 好了 盛出备用 锅中加适量的油 炒个糖色 下入白糖炒化 炒至香油色 然后倒入鸡块炒至上色 炒至上色后 放入葱姜辣料 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加入适量的米醋 不仅能增加香味 而且做菜的鸡块更加软烂 烧开后盖上锅盖 转过中小火 烧至二十分钟 好了 倒入土豆 再煮十分钟 好了 差不多了 哇 好香啊 然后倒入青红椒 大火收汁 好了 起锅专盘 美味的土豆蒸鸡块做好了 鸡肉软烂入味 土豆细煲的汤汁也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一下